台灣外送市場成熟 那麼就有知名的外送平台統計說 高雄手搖飲料店家數量是全台之冠 平均一天高雄人可以喝掉 兩萬五千杯飲料 沒到用餐時間 手搖飲料店的員工手幾乎都沒停過 櫃台上好幾袋都是準備外送的飲料 有外送平台業者統計 高雄手搖飲店不但是全台最多 高雄人一天就要喝掉 二點五萬杯的手搖飲 高雄人有多愛喝搖搖杯 外送員最有感 他們說扣掉中餐跟晚餐 送餐的高峰期之外 下午幾乎全部都是外送飲料的單子 尤其高雄從三月開始 天氣明顯變熱 幾乎人手一杯手搖飲 炸的金黃酥脆的鹹酥雞是不少人宵夜首選 但是外送平台也發現高雄人口味相當獨特 買鹹酥雞除了加胡椒粉還會要求加美粉 店家推測吃鹹酥雞加美粉可能這樣吃起來比較不會膩 看來南部人愛吃的宵夜鹹酥雞不但要加胡椒粉提味還得搭配美粉解膩 鹹鹹酸酸的口味可能在不少南部人心中才是最經典的吃法 記者旅中仁高雄報導